天理方面 1 日戒備訊號現證生效 上午8點 熱帶風暴苗柏集結在香港東南偏南 約270公里 東京115.2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20公里 靠近廣東沿岸 苗柏在過去幾個小時繼續採取較西北方向移動 逐漸移近廣東沿岸 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 苗柏會在今晚半夜前後 在香港100公里範圍內登陸 本港日間的風勢會逐漸增強 天文台會在今早10點至中午之間 發出3號強風訊號 最主要苗柏逐漸移近 本港今天天氣會轉為不穩定 間中有狂風骰雨 今晚的風勢會繼續增強 雨勢頗大 海面有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預測本港地區今天大致多雲 間中有狂風骰雨 初時短暫時間有陽光 今晚雨勢頗大 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2度 吹清淨的偏東風 漸轉吹偏北風 風勢增強 海面有湧浪 展望明天初時間中有狂風大骰雨 最後兩三天天氣仍然不穩定 還有有骰雨 現在氣溫29度 相對濕度83% 1日戒備訊號現證生效 上午10點熱帶風暴苗拍集結在香港東南偏南 約230公里 即北緯20.5度 東京115.2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 時速約20公里 靠近廣東沿岸 今早早本港的風力正逐漸增強 《鐵文台》會在中午前發出3號強風訊號 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 苗拍會在今晚半夜前後 在香港100公里的範圍之內登陸 受苗拍的外圍雨帶影響 本港驟雨將會增多 今日稍後雨勢頗大 風勢也會繼續加強 由於海面有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早上11點 黃思恒報告新聞 《鐵文台》上午10點40分 改發3號強風訊號 《鐵文台》說 會視乎熱帶風暴苗拍的移動路徑 以及強度變化 在下午稍後 考慮是否需要改發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 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 苗拍會在今晚午夜前後 在本港100公里範圍之內登陸 《鐵文台》 調專長的飾門 在香港100公里范围之内登陆 本港今晚的风势会显著增强 由于与苗柏相关的裂峰范围较小 苗柏要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 它的裂峰才可能影响本港 天文台会视乎苗柏的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 在下午稍后考虑是否需要改发8号裂峰或暴风信号 海面有大浪和涌浪 市民应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在上午9点半至10点半 天文台、陆德、大鲁山、横澜岛和昂平的最高持续风速 分别是每小时55、53和49公里 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3、72和62公里 预测本港地区今天会是吹清净至强风程度的偏东风 漸转吹偏北风 今晚风势显著增强 多云 间中有狂风骤雨 今晚雨势颇大 海面有大浪和涌浪 展望明天初时间中有狂风大骤雨 除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和有骤雨 现在气温27度 相对湿度91%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中午12点欢迎收听新闻天地 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周曼聪和黄海宇 首先是新闻提要 3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说下午稍后 考虑是否需要改发8号信号 3号强风信号现成生效 热带风暴苗柏会在今晚午夜前后 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登陆 本港今晚的风势会显著增强雨势颇大 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宋文娟说 会视乎苗柏的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 在下午稍后考虑是否需要改发8号裂风 或者暴风信号 天文台在今早10点40分发出3号强风信号 根据目前的预测路径 苗柏会在今晚午夜前后 在香港100公里范围内登陆 本港今晚的风势会显著增强 雨势也是挺大的 市民要留意尽早做好防风防雨的措施 海面也会有大浪和涌浪 市民要远离岸边 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 由于与苗柏相关的裂风范围是比较小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热带风暴 未去到台风级素 还有看到苗柏的结构是有些不规则的 它的大风范围是集中在它风眼的东面 所以苗柏是要移动 去到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 它的裂风才有可能影响本港 天文台会视乎苗柏的移动路径 和强度的变化 在下午稍后 考虑是否需要改发8号裂风或捕风信号 但无论如何 市民都要留意天气是会有明显的变化 今晚的雨势会多大呢 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 还有风都会是比较大的 大家都要做好防风防雨的措施 还有气场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预计热带风暴苗柏 会在今天埃曼道夜间 在广东珠海至汕头一带沿海登陆 登陆前的强度将有所增强 广东东南部局部地区将有大暴雨 广东省房总启动防风三级响应 专家说广东局部地区月初暴雨 防灾能力降低 苗柏带来的恶劣天气 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各地务必及早防雨 3号强风讯号验证生效 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 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苗柏 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南 约200公里 即是在北位20.7度 东京115.0度附近 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 时速约20公里 靠近广东沿岸 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 苗柏会在今晚午夜前后 在香港100公里范围内登陆 本港今晚风势会显著增强 雨势颇大 由于与苗柏相关的烈风范围较小 苗柏要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 它的烈风才可能影响本港 天文台会视乎苗柏的移动路径 和强度变化 在下午稍后 考虑是否需要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讯号 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 市民应远离岸边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在过去一个小时 天文台、陆德、昂平、大老山 和长洲泳滩的最高持续风速 分别是每小时56、55和53公里 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1、74和64公里 在11点半至12点半天文台、陆德、昂平、 横澜岛和青州的最高持续风速 分别是每小时60、55和50公里 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6、65和62公里 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 香港的鄰近海域 山美以南、香港以南吹烈风 南澳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 天理开放 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苗泊集结在北位20.7度 东径115度附近 中山附近最高持续风速 约为每小时75公里 预料苗泊向西北偏北移动 时速约20公里 靠近广东沿岸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鄰近海域 吹东风5至6级 暂转吹旋风7至8级 明天转吹西南风7至8级 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吕暴 稍后雨势颇大 海有大浪 占转非常大浪 香港鄰近吹旋风7至8级 明天转吹西南风7至8级 有排密狂风大骤雨和吕暴 海有大致非常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吹西南风6级 有凌散狂风大骤雨和吕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华南岛吹东风7级 能见度13公里 冬沙吹南风4级 能见度10公里 澳门吹东北片北风3级 能见度25公里 背景